东昌公墓是部落聚会所的预订定 签障计划公告签障日接近尾声 而东昌村里露部落是全乡仅存 仍具有祭师祭仪文化的部落 为了传承传统的文化 在部落头目及祭师协助之下 乡公所19号特别举行的 传统祭祀宜邻仪式 乡长游淑珍亲自出席 向祖林先人禀告 签障及后续安奉事宜 祈愿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 可以顺利进行 位于吉安乡东昌段 304地号的东昌公墓 为部落祭会所预订地 清障计划公告已接近尾声 东昌村里露部落是全乡 仅存有祭师文化的部落 乡公所为了承袭部落传统祭师文化 在部落头目及祭师的协助之下 19号举行了传统祭祀宜邻仪式 乡长游淑珍亲自出席 向祖林先人禀告签障 以及后续安奉事宜 祈愿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 能够顺利进行 因为面临吉安乡人口树第一的乡镇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适性的规划 跟休闲乐活的一个地方 所以东昌公墓取决在我们规划了几十年之后 终于在今年111年11月底 来完成公告 也来完成我们整个公墓取决认领的一个程序 未来在12月份开始 我们要由公部门全面来做取决 取决之后呢 未来我们要规划成东昌礼劳 部落聚会所 以及我们风雨的运动休闲公园 等等的一个后续规划 我相信这是过去非常多祈劳 跟我们年长的议员们 还有过去碧鹿兰里的头目 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成情跟希望 所以今天可以在我们111年 来完成这最重大的取决工作 今天是我们的除惠仪式 也带来了我们很多乡亲的期望 跟祭司们的专业 我们希望能够圆满 所有建设的里程碑 也带给乡亲最好的一个未来 适性宜居生活友善的空间 东昌公墓签障计划第一阶段 获得花东基金核定总经费 1500万元 作为签障补偿及相关行政作业费用 签障计划完成之后 将启动部落多工人聚会所的 新建计划 以及社区共荣公园 头目以及前议员于夏夫 也都乐见活化的公园 作为多元生活圈的空间 那我们部落的声音是比较多的声音就是 希望它就是属于我们自己原住民用地 比方说要做大型的这个聚会所 还有我们祭司 祭司可能也要盖一些 他们所谓的储林屋 也方便如果说有像别人有需求要请祭司来帮他们做祈福 还是什么身体有样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在议会的当下 我又起立的像现在我推荐说这个东西 务必要在我在任内的当下 把它完整是爱与这个独地取得经过的问题 所以迟迟没有把它漏成 没有把它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起点 所以因此现在又接受我的孩子的政法 再代表也是要起立生起这个 这个奇怪的未来的希望 在乡长游淑珍的带领之下 吉安乡公所顺利推动东昌公墓千丈计划 活化闲置公墓用地 千丈流程公开透明 并获得殡葬障行政透明化评比优等荣誉 19号的宜林仪式当中 包括了县议员迪布斯李正文 县政府民政处副处长李威 原住民行政处陈建村处长 乡民代表于振华等部落同幕也都到场观礼 记者凌桀 吉安乡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